上次我们说到就黄无盗 宠信坦己 残害忠良 令朝野上下人心离散 为新兴的势力 代替他创造了条件 新兴的势力是谁呢? 就是在中国西部陕西一带 生活的周部落 周人起身推翻商人 建立了周王朝 周人又是怎样来的呢? 关于周人的起源 亦是一个十分美丽的传说 这种传说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很多 听完之后 很多人都说我吹嘴 这些是古史传说 当中有很多情节 当故事听一下就可以了 话说 当年信王在位的时候 有三个大臣最受重用 哪三个呢? 分别是 治水的大羽 即是霞王朝的开国君主 还有一个 叫做契 契约的契 他就是霞王朝的开国君主 还有一位叫做戏 雕戏的戏 宇契戏 这三个人 是最受到宇王的重视 这个雕戏的戏 就是周部落的祖先 周部落这位祖先戏 亦是 非常之厉害的人物 为什麽 这麽厉害的人 会起过这麽老礼的名字呢? 大家先不要急着 且听我慢慢道理 话说 雕戏的戏 他老母 亦都好像 像圣母马尼亚一样 无染怀隐 单性繁殖 亦都是看到地上一只大脚印 一脚踩下去就有了 是不是听下去 很耳熟呢? 找回前几集听一下 套路也是一样的 看来古人的想象力 都是比较有限的 跟今天写抗日剧本的编剧 水平真的差很远 反正也是看到地上一只大脚印 一脚踩下去就大了 懷了人 大了一肚子 他妈妈觉得很丢架 还未嫁人 不像现在那样 没所谓 去医院下了他 而且听闻 现在搞这些事情 还说不通 是不是真的呢? 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我自己是没试过的 但是几千年前 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生了下来 生了下来之后 小孩怎么办呢? 怎么交差呀? 又没有老公就生了个儿子 怎么收货呢? 想把小孩丢掉了 于是抱着孩子 入到深山老林里面 丢掉了 这一坨就不得了 怎样不得了呢? 那些野兽都走过来 他妈妈闭上眼了 这次的儿子 一定会让野兽吃 谁知道 野兽过来 不单止没有吃到个小孩 还把小孩围住一圈 保护起身 令他不受到其他动物的伤害 哎哟 他妈妈这么看 搞不定啊 看来这个地方 肯定是那些汽莹安全岛来的 这里搞不成 换个别的地方啦 哎呀 丢在陆地上 不行 那就丢进河里头 那他抱着孩子就去了 把野兽赶在一边 抱着孩子去到河边 噔一声 就丢进河里头 哎呀 这次呀 没走鸡了吧 怎么想到 那小孩 跌入水里头 居然没有沉 他妈妈一看 哇 好像丢进了死海那样 你说怎么办呀 不单止入水不沉 那些水鸟还遮天蔽日地飞到水面上 丢那些什么果 过来餵个小孩 还帮他遮日头 怕曬着小孩 当时又没有那些强生婴儿爽身份 又没有什么防曬露 曬着也不行 他妈妈一看 那又不行呀 又将个小孩呢 在水里头拉出来 哎呀 那又不行呀 要想个法子才行 还可以去哪里呢 干脆去田里头 让个小孩做肥酸呢 哎呀 又真是 哪有这么狠心的妈妈才行呀 她妈妈看到四野无人 又丢了 刚刚丢了 她妈妈转回转身 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只见有些民兵从地上飙出来 喂喂喂 谁的弟弟呀 谁不要的弟弟呀 她妈妈一看 死火了 蓄意谋杀感 还得了 没办法呀 唯有抱回去 这个小孩呢 总算是命不该绝 抱回去 改过什么名字呢 既然是常常想要去砍的 那就叫做戒啦 丢戒的戒 这个戒呢 就成为了周人的祖先 那为什么说戒很厉害呢 你看 弄三次都弄不死 所以你说他多厉害呢 大了之后呢 就学成文武艺 就卖与帝王家 他辅助信王与王 共分黑黑 明彪朝堂 那么等到后来夏朝建立之后呢 就将他封了去陝西 就在这个地方定居 号称叫做周远 那么在这个地方一直居住 传到第十二代 古弓坦腐的时候 角力就开始强大了 到了古弓坦腐的儿子贵力在位的时候呢 周部落已经非常之强大了 而且开始征讨周围不臣服商朝的暴落 被商朝封为方伯长 大方伯 也就是相当于商王 赋予了他征服不臣服暴落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周人 他只不过是商部落下边的附庸 说得难听一点 只不过是个打手来的 但是随着周部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就引起了商人的不满 和妒忌 商人觉得 你的势力这么大 我命令你征讨不臣 最后这群人全部都害怕了你 不怕我 所以商王文丁 找了个借口 就把桂力杀了 桂力一死 他的儿子就继位 他的儿子就是基昌 也就是后来历史上黑黑有名的周文王基昌 基昌继承了他父亲桂力的职位之后 国力也是日渐增强 是晶晶日上 当时基昌在位的时候 周部落的强大 更加引起了商王的忌恨 这个时候商王已经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咒王 就是帝身 为了令到老板放心 基昌将自己的大子 百一考 派到商朝的都城恩 去朝见商王 去贡献财物 表示自己臣服 绝对不会反叛 入朝之后 百一考年轻 青春年少 一表人才 谈吐又得体 温文以雅 但是好死不死呢 就被那个妖姬坦忌盯中了 坦忌一看 小鲜肉呀 窩味呀 又气又力 给我们家的那个老坑 不知是超过多少 据说 这个妖姬的施展胡魅功夫 百败勾引百一考 但是百一考是很明白 白君臣大義 誓死保住自己的名字 你想想 跟領導的夫人有一腿 將來會死得很慘 你不要以為到時 還會有人照著你 真的出事的時候 人家跟你反面不認數 你送頂綠帽的袖王 還不死得很慘 但是小估不到 無宋母都死得很慘 百一巧堅持不為所動 坦己就老愁成怒 你算什麼新鮮蘿蔔皮呀 老娘我看得起你 你還不樂意呀 我都不怕吃虧 你有好處 你怕什麼呀 年輕 坦己向袖王反咬一口 說那個百一巧的小伙子 調戲我 神器君妻 他想涵濕神妾 臭王一聽 減中得了 把幾兩把火 你沒有聽過 老婆同車 恕不外借的嗎 你這個臭小伙子 真是沒有識死 這一下 臭王簡直是打爛了一個操情 馬上把百一巧剁掉了 剁成肉掌 還要發給天下的諸侯 試一下味道 首先 就給他老爸機槍試一下 機槍看著 從朝廷特快尊帝送過來的肉掌 這些 是自己兒子的肉來的 他含著眼淚 真的把他吃掉了 因為他知道 自己的實力 還不足以對抗雙袖 雖然自己兒子無辜被殺 而且還死得很慘 但是 忍 深至頭上一把刀 能夠忍 才能夠稱得上大丈夫 所以把肉掌吃掉了肚子 按道理來說 吃都吃掉了 你看看你把我兒子都剁成肉掌 我都吃掉了 那你應該是放過我的啦 怎知臭王說 看著 你和我親自過來一趟 這件事 還未搞定 哄得我不高興的話 連你也剁掉了 機槍就沒有符了 唯有來到安陽 去恩朝朝見奏王 一去到 就被囚禁起身 囚禁在有理 也就是今天河南湯陰的地方 所以這件事 又叫做有理之囚 據說 民王被囚禁的期間 發明了《易經》 正所謂的 《王囚而演周易》 就是這個意思 反正 運在大牢裏頭 又無所事事 所以就發明了《易經》 不過 機槍 亦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很大的罪過 坐牢 又老老實實 沒有請律師 又沒有跟外邊的人勾結 在這種情況下 漸漸 就王對機槍 亦都沒有那麼提防 然後周部落那些人 周國的人 就立刻用金銀珠寶 去賄賂就王身邊的那些奸臣 特別是去賄賂坦己 這些人 就對就王說 大王 你看看那個小姬同志 都算是這樣的 看他的死樣 鬼禁可憐 不如放了他算了 就王說 那就放了他 你回去吧 機槍走的時候 狠狠地搖指著雙朝的首都 你給我等著你 跟著是反對自己的州國 抹馬例兵 想著怎樣報復 但是一個國家想說強大的話 一定要有聰明的人去輔助的 沒有言德的人出主意 國家是很難強大的 所以周文王就經常在想 我什麼時候可以遇到一個言德的人呢 這個言德的人什麼時候 可以駕駛著七彩長雲從天而降呢 派人呢 出去逛街地找 看看哪個自然德的人呢 又跟我請他過來 大家一於去找找找找找找 那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 底下邊的人呢就向大王周報說 衛水那裏呢有個老坑 年近八十的 蘇法皆白 整天在河邊釣魚 而且 這個老人家釣魚是特別有趣的 他的餘鉤 是直的 人家釣魚的餘鉤也是彎的 但是他不是 他是直的 而且呢 那個餘鉤就沒有放入水裡頭的 你說直就直吧 萬一 撞到一條法神經的魚 直勾撞到一條盲魚就把牠釣上來 也說不定的 但是不是呀 他的勾尼水面還有三尺 就這樣就浪在那裏 人們看到他這樣就覺得好笑了 這個老人家真是傻的 未吃過豬肉啊都見過豬跑的 就算未釣過魚也見過別人釣的 哪有減釣魚的 怎知道這位老人家就說了 呵呵 你們懂什麼呀 微微一笑 就作歌一首了 這首歌又怎麼唱的呢 是這樣的 清水幽幽 雨兒幽幽 在彼清流 我心何憂 冬兒老柳 鹽堤之後 直勾釣魚 怨者 上勾 指向直中取 不向曲中求 反正呢 我就是這樣的 你吹得我醬嗎 大家呢 覺得這位老人家好不一般 正所謂非常人呢 肯定就有非常之舉 於是報告給機槍民王聽 民王一聽 嗯 這個賢人 高興呀 這個人太好了 既然是好了 立刻就派一個 派一個官仔 跟他說 你去把這個賢人 給我請回來 這個小官就去了 老人家 我們大王 不是 當時就不可以叫大王 我們老闆想見你 你去不去呢 怎知姜太公呢 就舉著余歐 大如我所願 哈 而非所求 這個官仔一聽 什麼 我是哈米 不去就算數 回去就報告給大王聽 大王呀 這個人嫌我級別低 說我級數不夠 我副科級的 你不如派一個政署的去吧 那又派了一個政署的過去 老人家 我們老闆想見你 什麼 大如我所願 小如 非所求 就這樣 處長也回歸了 看來呢 級數還是不夠 人家就是要見大禹 文王一看 這個賢人來的呀 非同一般 我這條大禹也要親自上了 寡人親自出馬 來到衛水邊 看到那個蘇法都白白的太公 一一到地就說 先生 我們先王 一早就盼著先生你來 一直盼到我這一輩 才把你盼到來呀 這樣一來呢 才有了日後太公王先生久矣的說法 所以姜太公 太公王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那麼這裏的太公呢實際上是指周文王的先人 就是說 我們家裡的先人呢那些太公看了先生就已經看了頸都長埋了 文王呢就問姜太公 請問先生有什麼可以教導我的呢 姜太公就說 其實呢 都沒有什麼 講白一點 就是兩個字 用人 要學會用人 君是言君 神是言臣 將是言將 這樣的話就無枉而不離了 文王一聽 這位厲害呀 立刻給我請到宮裡頭 哎呀 大王呀 我腰酸骨痛 腿腳又不變 跟你回不去啦 先生先生不要緊 你坐我的車 你坐我的車寡人親自拉你回宮 你坐我的車寡人親自拉你 拉著姜子牙就走了 傳說呢 就走了百百步 姜子眼車上 哈哈大笑 哈哈哈 你拉我百百步 我保你江山 百百年 那麼後來呢 東州西州合在一起呢確實就是百百年 不過呢東州呢就已經很勉強剩下半條命而已 春秋戰國呢更加是七國禁亂了 那麼入宮之後呢 這對軍臣呢 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一對明君賢臣 然後呢自你國家 晶晶日上 可惜呀 天不假年 民王很短壽 他都未等到自己推翻雙部落 等到全國統一那一日 他就已經病了 臨終之前呢就將自己的事業 交給自己的繼承人機發 這個呢就是 周武王 然後呢 叫姜子牙好好地輔助機發 那麼機發繼位之後呢 為父親首效奇滿 他是急於完成父親美元的位置 就想說向商朝發動進攻 這個時候呢 姜子牙就勸他話 大王 雙百足之蟲 死而不疆 更何況 他現在都還未死 所以 我們要幫他死 等他自己繼續犯賤 等他搞到差不多的時候 也就是天道棄之的時候 到時候 娶天下如十戒子矣 大王 大王 你的樣子好似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說 取天下 就好似 無其在地下 撿個掛紙殼 那麼容易 一拿過來 就是了 現在 用不著那麼浪費力 任他自己繼續作戰 好似 反正 現在朝上 還有三位 賢德的大臣 媚子 姬子 和彼桿 都還在朝 所以 大王 我們不用急著 那後來那些間諜 將情報發回來說 媚子就困了 姬子就不再出聲 彼桿 直接挖了心 三言都沒有了 是不是可以找他 比試比試的呢 姜子牙就說 可以試探一下 於是 周朝大軍集結 一路向東 外國猛進 打到王河的猛進 一路上凡是那些 不服的屬國 就全部滅了 天下的諸侯一看 周朝的軍力那麼強大 得死的 以後你就是我們的老闆 雙袖王 周朝大軍集結 誰呀 不懂呀 未聽說過這個人 反正你就是我們老大了 到了孟進 周朝大會諸侯 然後對大家說 各位 我只不過是搞一下演習 我還是雙朝的神子 以後 我們還是要孝敬老大 今天的事就到此為止 軍隊就撤回去了 這件事 就是很著名的叫做 孟津官兵 不過這件事呢 已經足以令到天下的諸侯 驚巨 大家都知道 以後應該跟誰 跟誰 誰大腿操 只是 雙袖王 自己傻 傻傻傻 可能那個 炮在那個酒池玉琳 飲壞佬 跟他說 現在的州很強大 你怎麼說 州強大 不過是方圓百里一個小小的國際 這些話 以後我就不想聽 大家都很無奈 唯有我說 是是是 你最強大 你說怎樣就怎樣 你說的都是正確的 人家那些全部都是亂說廿四 這樣一來 這個商朝必然滅亡 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誰再亂說呢 說州強大 誰就是殷奸 怎麼可以說我敵人厲害的呢 只能夠說我們強大 我們是最好的 我們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 說吧 沒錯啦 我們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 在這種情況下 商朝只會認屎認屁 但是 其實國力就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就越來越弱 到了公元前1046年2月的某一日 周武王大會諸侯 除了周本身之外 還有八個屬國 一共九國聯軍 浩浩蕩蕩蕩地殺了殷朝的首都朝哥 在這種情況下 雙袖皇匆匆忙忙地組織抵抗 將朝哥裏頭的各種雜七雜八的工地 各種項目都停了 將那些奴隸武裝起來 70萬人 和周軍決戰 決戰的地點就是木野 所以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木野之戰 你想想雙軍有70萬 不理他們到底是真還是假 數量上肯定是比周軍多 不過大部分都是奴隸 奴隸是什麼 是懂得說話的工具 經常挨打挨鬧 隨便被人殺 不順眼 又被人抽兩邊 或者用落鐵拉 很不容易人民解放軍解放他 你叫他和周軍死陷 和解放者拼命 這只是癡人說夢話 這些奴隸上了震 他們又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 發木給他們就上震 上到震 表現當然是懶懶閒 嘖嘖嘖蹦蹦的 正一是行武行仰 站武站仰 拿着长枪就当拐杖 丢下沫木就走人 有些就表现会激烈的 那些阵前倒戈杀死自己商军的官长 引周军杀入朝歌 你们不懂路吗 不要紧 我带你们走 不是那里不是那里 那条路远 这边近 过来过来过来 哪里需要看地图 地图不准的 跟我来 直接杀入殷商的首都朝歌 就皇一看 大势已去 抱着那些金银财宝 就上了摘星台 登上露台 在摘星台自焚而忘 后来坦己被枯 周武皇下令处死 将和国殃民的妖孽处死了 享受六百年的商朝 就从此灭亡了 商朝灭亡之后 周武皇大封诸侯 封自己的兄弟 宿伯子侄 这些基姓诸侯 封到商朝统治的核心地区 和自己的首都 浩京周围 拱卫天下 这样一来 世宗对于地方的管理 和殷商时期各个方角 各自为政 和中央只是很松散的联系来相比 紧密了很多 这些被封的诸侯 对中央都是有朝建领兵打仗 和交纳共赴的义务 所以周朝的僵域 也得到了大大的抗张 根据历史学家研究认为 西周的僵域 可能达到了15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成千万 现在我们听起来似乎有些不以为然 现在是960万14亿人口 但是在当时的世界 绝对已经是响当当的大国 正所谓 不怕不识货 最怕货给货 好比喻说 欧洲文明的诞生地希腊 好似希腊最著名的国家雅典 才得了2000多平方公里 周皇朝是150万 你就是听单位 都知道差很远 当时的雅典人真是拗爆头 他都想不出来 在遥远的东方 居然有个国家有150万平方公里 真是都不知道是什么概念 周朝 这个强大的王朝就从此崛起 压立在世界的东方 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 欧之后事如何 我们就留下一次 再说 好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